出现在美国万圣节中的求救信件 揭露了中国劳教所血汗奴工的真相 面对国际社会各界 强烈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中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在1月7号宣布停用劳教制度 不过马上就有消息传出 另一个类似劳教制度的法律 其实正在拟定 所谓劳教改革 只不过是换了马甲而已 百度百科是这样定义劳教制度的 劳教制度就是公安机关 无需经过法院审讯定罪 就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 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 限制人身自由 强迫劳动 思想教育等措施 自从中国大陆实施劳教制度以后 就多出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劳教所里多出了无数被迫害致死的冤民 大陆民权律师唐吉田 向新唐人表示 劳教制度是一个恶法 它既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原则 也与中国大陆现行法律 比如说像宪法 律法等相冲突 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呢 它不经过司法审查 就有警察一家就可以决定对公民 进行人身自由的剥夺 少得一到三年 甚至还可以达到四年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非常封闭 非常不透明的一个方法下 公民没有任何救济的手段 吉林省伊通县法院副院长郭学红 因为反对庇护被告人 而被劳教一年 未经任何手续 仅仅一个电话 就让郭学红失踪了四年 根据大陆官方2008年底统计 有近16万人未经审判 而监禁在全中国 约350个劳教场所中 当然实际的人数应该更多 而且还在逐年递增着 特别是近年来所谓的维稳 将劳教的对象 酷大化 包括后来出现的像一个信仰 或者因为这个土地被征用 或者是其他一系列人群 都面临着劳教的这种危险 劳教制度的随意关押性 使劳教成为了中共当局 打压异议人士最趁手的工具 中共的警察打着维稳的旗号 可以随时任意无理由的抓捕和关押 他们认为对社会有危害的人 而无人监管和利益的驱使 使得劳教人员成为劳教所牟利的工具 所谓的管理和教育 基本上就是以打骂为主 每天基本上从到晚上 都是去干活 为教养院还有警察去谋那些福利 最忙碌的时候就是三天三宿 我们睡觉 你被劳教有什么法律程序吗 没有 他连那个叫网票都没有给我 他就是给我的一个口头通知 99年之后 由于中共大肆镇压法轮功 使得各大劳教所爆满 不得不提前释放一些真正的犯人 给法轮功学员腾地方 使得法轮功学员成为 中国劳教所的主要成员 但随着中共专制高压统治的升级 和网络时代的到来 维权者上访深渊者和网络活跃人士 逐渐成为劳教所里的新成员 北大法学研究生 维权人士曹顺利 因为多次到国家新闻办 呼吁给予访民合法上访权 而被警方以群信滋事罪名 关押到北京女子劳教所23个月 他们的年纪上是劳动教养教育 其实那个教育就是对你进行的精神摧残 对教育你认罪 服从他们那种不公正的处罚 要是不认罪 你受的惩罚 比那个判了大刑的人很有重 曹顺利说 劳教采用严管和开放式两种管理方式 而严管手段一般用于法轮功学员 和极少数访民身上 好多上访的和法轮功都不认准 那么呢 你就永远就用那个严管状态 所谓的严管状态 管理你的手段特别不人道 特别黑恶和残忍 他那严管的目的就是说 摧残你的精神和愚智 然后就摧残你的身体 唐吉田提出 劳教制度必须彻底废除干净 而所谓的劳教改革 只是换一个名目 继续苟延残喘 更何况即使废除劳教 只要司法不独立 媒体言论不自由 根本上人权问题 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新唐人电视朱志善 张天宇 王明宇采访报道